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29号的下午在花莲的智慧中心 举办了109年度的教育福伦碑 花莲县国民中小学网路的小论文 即本土使命式行动研究竞赛的记者会 那么县长徐正卫表示呢 运用科技的独立研究的能力 让参赛的作品具有原创性 那么也期盼能够获得跨领域整合的成效 来培育花莲县未来的优秀人才 109年度教育福伦碑 花莲县国民中小学网路小论文记者会活动 29号下午在花莲智慧教育中心举行 现代学生表示 这次参赛挑战花莲县学生运用资讯科技整合研究资料的独立研究能力 参赛作品应具有原创性 并且在期限之内完成专题研究计划 除了训练学生们运用资讯科技收集以及分析资料 并且具备知识理解分析的主要科技能力 福伦社在办第一届的时候 我跟陈渝依上说我们一定要持续办下去 因为这可以给孩子太多的启发 无论是思考上的启发 团体合作的启发 以及分析的启发 还有表达能力的启发 到去年精进到已经可以做实作作品 去年我看到的是小朋友在做对于自己乡土的关怀 做河流的环保的议题 做七星潭 他希望七星潭未来的样子 未来的样貌 然后他也把他实际做出来 他希望七星潭是一个儿童乐园 把所有的邮据通通做好 还不是用满 是用自己用瓶子啊吸管啊什么去做 那又把整个层面又拉伸又拉广又加深 我真的非常非常赞叹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了孩子的表现 我真的 我觉得我们花莲的孩子太棒 所以我有一次无意间跟福伦社 再提起这一件事情 因为第一届的发起就是福伦社 所以我那时候跟福伦社的社友提议 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合办 我们都愿意让福伦社挂福伦杯 因为这都是把事情做好 而且把它做得更让参与的人更多 刚才孩子说有外县市的人也要来报名 真好 对不对 那我们明年就办全国杯好不好 好不好 其实 其实我真的觉得办全国杯的时候 让孩子了解 各县市他对于社区的关怀 对于自己文化风土还有原住民意境 其实是一个互相的学习 因为听小论文就是像听演讲一样 是最快的吸收 我们阅读一本书还要三五天 甚至一个礼拜 但是听一堂课 听一个小论文的发表 听一个演讲 你会胜读你一年的数 其中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花园第一分区社 有更捐助这次竞赛30万元 鼓励花园学史积极参赛 培养其跨领域整合资讯的关键能力 这次参赛组合分别为国中以及国小组 专题报告项目分别为五个主题 社会人文 自然科学 本土关怀 各类议题和原名专题 记得转意 欢迎收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